美國海軍在多宗海軍軍艦撞船事故後 解除第七艦隊司令約瑟夫奧克林的職務 星期一的事故當中有10名水兵喪生 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海軍上將斯威夫特 解除了海軍中將奧克林的職務 理由是喪失了對他領導能力的信心 奧克林原定在明年1月退役 海軍作戰總指揮李查森海軍上將表示 暫停運作一兩天將會使到指揮官有機會進行全面的評估 當中包括軍官在指揮台上的行動表現 以及船上各處的工作環境等等 白宮新聞辦公廳星期二發布的聲明 對死難的10名美國水兵表示哀悼 斯威夫特表示 美國海軍的潜水人員從驅逐艦上找到了人員的屍體 該手的驅逐艦嚴重損壞 美國調查人員正在試圖確定 導致這艘驅逐艦同一艘美國利比利亞郵輪 在馬六甲海峽附近相撞的原因 海軍提供的照片顯示 該艘船的汽水線以下左沿處裂開了一個大洞 部分碎艙及通訊室被掩